100吧 心跳啊 80哦 有耶 就是会呼吸困难 有试过过慢啊 会导致脑中风 这个我真的不懂 不知道哦 我还以为是正常的现象都会是这样的 心房颤动是临床上最常见的一种心律不整 处于休息状态时 正常成年人的心跳 一般为每分钟60到100次 但是心房颤动发生时 心房的心跳可以每分钟高达400到600次 这已经远远超越了身体的实际需求 当心脏功能良好时 它会以稳定的节奏 将血液蹦往身体的各个器官 然而一旦心房颤动发生时 心房只能部分收缩 无法进行完整的蹦血运作 当宫血不足 身体细胞就会缺氧 再而出现头昏 虚弱 呼吸急促等症状 甚至会导致晕厥 此外 心房颤动会导致30%的血液滞留在心房中 这些滞留于心房的血液 极有可能产生凝固现象 并结成血块 当这些小血块剥落 并掉入血流时 则会间接导致中风 患有心房颤动的中风几率 是正常人的五倍 想知道更多有关心房颤动 来听听医生怎么说 这些人的血管 最近年纪念是比较更丰富的 因为因为我认为年刚才他非常健康 试试全部都在平常 这回忆时试试试试试试试 所以我们可以生续 我们可以说说 过去前若你很好 当这种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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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 当我们有一个问题 我们永连与患渡判家三个选择 Chu��나 第二个 我们可以举你一些磁毒 第二,我们可以给你一些疗病毒 一些疗病毒 去增加和阻击痕 第三,我们可以做一个方法 所以,当时做什么是 如果病毒不在被刺激 如果被刺激的病毒 他说,医疗,我非常疗病 我没工作 它担保我的社交活动 担保我的家族的活动 这些病毒,我们可以测试 能不能做什么 以给他医疗病毒 如果您感觉医疗不適合 或医疗有很多反应 病毒感觉他想要有更好的 比方法我们给医疗病毒 是喇叭疡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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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灼治疗是一种针对心脏电传导系统 进行稍灼或冷冻的过程 通过产生疤痕组织 阻断心脏中的异常电流回路 并破坏引发心律失常的心肌区域 另一方面,左心耳封堵树 是通过植入手术 将左心耳的开口封住 以防止凝固的血块进入血流 降低中风的风险 在医疗中一直是选择 但如何选择选择 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一位好医疗医疗医疗 会能够谈讨医疗医疗 哪些是选择 和哪些选择的选择 选择最好的时间 最好的人 以任何的治疗 如果您认为自己 可能罹患心房颤动 或出现以上症状 请即可求医或进行检查 及早诊断可以改变结局 做出心有所属的选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NFL 够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